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21号 今天我们评论一下习近平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访问欧洲的同时 海牙国际法庭接受了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和菲律宾渔民对习近平的反人类罪的控告 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当头一棒 对深受中共迫害的人来说的确是个大好的消息 这件事情是菲律宾的前外交部长在3月15号给海牙国际访庭 因为习近平的南中国海政策来提出对他反人类罪的控告的 在这个控诉书里主要讲了习近平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 侵略其他国家的海域 然后造成了南海的永久性的毁灭性的环境的破坏 也对当地的人民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威胁 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他反人类罪 这个罪名是很严重的 因为只有那些战争罪犯还有前段时间 就是这个刑事法庭审判的发动了科索奥战争的米洛斯维奇 卡拉基奇他们受到过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 米洛斯维奇比抓起来关了好几年 然后在审判之前他就死在国际刑事法庭监狱里面 还有卡拉基奇他也判了重刑 但是最后刑事法庭把他的刑觉得还是不够重 最后改为无期徒刑 所以说海亚国际法庭是审判国际上有影响的 跨国的国际性的对人类危害的这些主犯主薰 要进行一个审判 无论这个庭开不开 但这件事情本身对习近平对中共 就是删了一个重重的矮光 海亚国际法庭是联合国常设的机构 他在海亚 现在目前这些法官大部分是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 像德国韩国也有很多非洲国家的法官 他们会秉照国际法的一些原则进行审理这个案子 而且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 菲律宾的前总统阿基诺 他对中国南中国海的问题进行了上诉 结果2016年海亚国际法庭一旨判决 全面的支持菲律宾的上诉 全面的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的主权 你的九段线也不承认 你的田海造岛的六七个岛全都不承认 整个南中国海你中国就是没有主权的 所以2016年的国际法的这个裁决 为美国为西方国家为整个全世界 来伸张南中国海的主权 自由航行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 就是美国以后要打仗 把这个中国的几个六七个人工岛进行摧毁的话 它在国际法上也是合法的 它也是有法理的依据 因为2016年国际法已经裁定下来 所以当时中国很生气 那么这个国际法2016年的这个裁决 也会援引到今天 菲律宾外交部长要求的这个上诉里面 因为他们毕竟在一个国际法庭里面 可能不同的功能 由刑事法庭 现在告习近平是刑事法庭 上一次2016年 可能还押国际法庭的海市这样一个法庭 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判决 也可以作为一个判例互相的援引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他如果碰到国际法庭手里 那他肯定是逊多吉少 因为上一个判例就完全判 中国政府全面的违反国际法 全面的给输了 那如果再引用那个法律的话 那习近平必输无疑 这个事情呢 还要看中国呢 他会采取很多的外交手段 进行下一步的阻挠 但无论如何呢 确实对这个非常嚣张 全世界扩张 而且呢 到处去大撒币 这次又到欧洲去 耀武扬威 恒心霸道这个西大大 重重的一击 中国人民教训不了你 让国际社会来教训你 那么习近平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上周习近平主持召开了 全国思想政治课程 一个研讨会 这个里面有很多大学的老师 也有中学的老师 甚至有小学的老师 他们共同呢 在习近平的主持下 来研讨啊 如何把这个全国的思想政治课 来做好 来贯彻习近平的思想 来让这些孩子们 从娃娃抓起 来听党的话 听习近平的话 做成一个完全顺服党领导的 新一代的学生 这个消息呢 实际上让人非常的震惊的 因为同样的这种会议啊 在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都没有过 甚至在邓小平时代 也没有过 通过这个会议 我们看到 习近平时代 跟邓江湖时代 不同之点 就是习近平特别注重 意识形态的控制 思想的控制 精神的控制 人的心灵的控制 尤其是对人的大脑的控制 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注重洗脑 和怎么样脑控的一个独裁者 这方面只有毛泽东才可以跟他比肩 我们知道在登江湖时代呢 可以说 人们信什么东西 你心里想什么 基本上不管的 但是呢 到习近平时代 他要对你的脑子 你的心灵想什么 他对你的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 你的这个脑子想什么 他都要进行控制 所以很多人说 我比脑控了 像那个 像习近平泼墨的女士 董耀群就说 我是比他们给脑控了 所以脑控呢 这个实际上 并不是一种物理性的 就是通过给你吃药啊 进行控制 实际上是他通过一种 各种宣传 从小啊 对你给进行一些灌输 然后把这个其他的 异类啊 全都铲除 然后他这个习近思想 你们独家的去完全的 宗雄去崇拜 去胜伏 然后你就变成 他的一个绝对的 虔诚的一个信徒 对其他的呢 铲除干净 所以他实际上是 要扮演一个 邪教教主的一个角色 不仅控制人的行为 还要控制人的心灵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呢 他一上台 他特别注重思想争执 特别注重这个 宗教领域的控制 2013年 他就在这个高校里面 推出了七部讲 这是中央的九号文件 就是高校教师 绝对不准讲 普世价值 不准讲宪政 不准讲 中共党史的这些黑暗 不准讲 这个事情呢 一出来大家非常的惊讶 因为以前呢 高校里呢 还是比较孙的 我的话 当时人大去读书 那虽然是六四之后的 红色恐怖 但是那些老师啊 都敢讲话 上课的时候 经常骂共产党 我们学义是听得很好的 但是后来这种现象 现在全都给绝技了 你老师一讲这些东西呢 很多的教授啊 就被开除 甚至被抓起来 贵州大学这个杨烧正教授 也是因为在课堂上 发表对共产党的不满 就把他开除 还有很多大学的教授 也都被开除 有的被抓起来 所以说 把这些不合格的 他们认为不合他们规定的 老师给开除铲除 然后全力以赴 培养又婚又专的教师 专门给这些学生洗脑 后来这高校里 又颁布了16条禁令 后来又召开 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那么近期的 这个全国思想政治课 专门的会议 这个就说明了 习近平他特别重视 这个思想政治课 尤其对这个学生呢 年轻一代的这个脑控 他是非常的关注 青年一线 进行指导 要从娃娃抓起 学生呢 绝对不能成为 30年前这些动乱的根源 学生呢 一定要成为他 舒舒服服的 完全迷信他的一些信徒 所以他习近平呢 搞的这一套就是引起进去 人的这个大脑里面 所以说他不像一般的这些 威权国家 像俄罗斯啊 甚至越南啊 甚至国民党时代啊 就是说给人们很多的宗教的一个自由 然后你心里想什么啊 然后你心里想什么不管 但现在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回到毛泽东时代 他要管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再管你的这个大脑里在思考什么 然后你信仰是什么 他都要管啊 宗教这方面大家知道 2014年以来 他推崇这个宗教中国化 把各个宗教搞得四部相 基督教 把教堂拆了 把这个十字架也拆了 然后基督教的内容全都给全改 天主教也是完全的劝改成 他的天主教爱国会 然后这个藏传佛教呢 也不能跟达勒喇嘛联系 然后所有的这个寺庙里面派出军队 那伊斯兰教更不用说 那个建筑啊 也改成中式的建筑 那个月牙的标志也没有了 然后对于这个维吾尔族呢 都关经了这个再教育改造营 所以他的这些宗教方面的手段呢 也是反映了 他就是要控制人的这个心灵 所以他的这样一种控制处呢 实际上达到一种邪教教主的一种地步 我们知道 这个前几年在日本 那个马院张黄 他就是控制这些信徒 然后他要说我们建立 奥姆真理教的一个国家 奥姆真理国 刚开始是通过这个选举啊 想控制日本 但是他的选举失败了 选举失败了之后 他就给他的信徒说 我们通过这个正常的手段 我们建立不了新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通过武装的暴动 才能实现我们的奥姆真理国 那些信徒就觉得 他说的在里啊 因为选举失败了 好他们就 开始准备恐怖活动 最后用那个杀铃毒气 在地铁站 杀死了几十个 受伤了几千个人 最后这些全都给判了这个死刑 那还有这个美国的人民圣殿教 这个叫基米群斯的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要建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然后带领这个人民到南美去 然后这些人都听了话 他的话集体自杀 你就看到呢 他们是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邪教 危害还不算大 就是危害的顶多是一个群体 危害的就是说部分的这个国家 但是呢 如果一个邪教的教主掌握了国家机器的话 那是对整个国家一个巨大的危害 而且对整个地球一个危害 像希特勒 他也是培养他对他的这种邪教教主的这个崇拜 然后鼓吹他们亚利安人 德国人是最优秀的 他们要争取生存的空间 就应该去侵略扩张 那全德国人都行服他 崇拜他 响应他的话 然后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造成多大的人间浩劫 毛泽东 那也有是一个邪教教主 那现在习近平呢 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邪教教主 而且要掌握国家机器 人们全都听信他的这个习思想 把其他的所有的反对的事情 全都铲除 而且这种习思想呢 不仅要你用行为表现出来 你的思想里脑子里 你天天想的就是他的习思想 天天来顺服他 崇拜他 顺存他 这个毛泽东这个洪卫兵呢 天天早请示晚会报 拿着他的洪报书啊 念来念去是一样的 而且最近呢 我们看到在中国发生了一个案件 就是说现在 中国的各级机关啊 甚至一些企业里面 都在学习习近平的强国理论 然后有个软件 你在那登录之后呢 你这个每天要看多少页 他都有个技术 积分呢 然后这个党组织对你进行一个考察 有个人呢 就看到人们呢 做这个积分的工作太累 所以他搞了一个可以自动积分的 这样一个软件开发出来 当然这样做就是难于充数的了 后来被公安机关就把它给抓起来 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曝光了 这样的话人们才知道 在中国呢 现在起事业单位 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大部分的这个机构单位啊 每天都要在学习 这个材料 而且给你打风 人们是当然很厌恶的了 所以就是那样的 一个是积分自动积分的软件就出来了 但也说明了中共呢 现在搞的就跟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是一样 那个时候就是早上要请示毛泽东 晚上要向毛泽东汇报 拿着那个混宝书 毛泽区语录啊 到处摇来摇去 那现在这个习近平也是搞这一套 只不过技术变了 我们用手机的这个iPad 我们不断的来每天学习 每天温习 中共呢还来给你监督 还来给你积分 所以你就看到这套洗脑的这个工作 他做的是非常的这个厉害 跟那个毛泽东是相批敏 毛泽东呢 他在世的时候 他的这个洗脑工作 从那个反右的时候开始 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就赶到 荒郊野岭啊 去进行改造 然后这个对待大学生呢 进行上山下乡的一个改造 然后平时呢 就是这个跳中自舞啊 狠斗心中内衣闪念 斗死辟休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跃跃讲 就是把人的心灵啊 要改变过来 稍微有不顺从的 那么就把你扔到这个 很偏远的地方 进行改造 这些呢都是在 动用攻坚法之外的 他的脑控的一些手段 洗脑的一些手段 那习近平跟毛泽东相比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发明 他的脑控的发明 第一呢 就是我说的刚才开始 就是宗教中国化政策 全面的改造宗教 把宗教一改变之后 那这些信徒啊 思想也全都改了 他的信仰都改变了 他虽然信的是佛教 虽然信的是基督教 实际上他信的 还是习近平思想 信的还是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鬼玩意 所以他宗教中国化 是他脑控技术的一大发明 堪称跟那个毛泽东的 上山相相相相平民 第二大方法呢 就是再教育改造营 在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在这个成全国的这个主政下 在这个新疆设计 再教育改造营 就是那些还没有触犯法律 但是实际上有一些 可能比较勇敢的表达 民族特色的这些人呢 就关进去 然后洗脑上课 上中文课 把你的那些 伊斯兰教的那些教义的特色 和你们维吾尔族的民族特色 全都给铲除 让你变成一个彻底的一个机器人 听他的这个指挥 所以再教育改造营 是他的一大发明 再一个就是这个思想政治课 全国的这个大学中学小学 都搞这个私政教育课 听说呢 这个私政教育课第一个呢 就是要把所有的假念都要排除 习近平在会上也讲了 你们要敢于直面问题 和各种的不良的思潮 那因为对于中共的这个质疑啊 现在大家想象都充满了 所以叫这些老师啊 要把这些所有的错误的思想理论 全都给排斥了 第二呢 要把习思想 就是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套思想呢 要放进私政科的主流理念 所以习思想未来就成为 私政科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总而言之呢 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确实是掌握了 统治术的最核心一点 就是掌握人心 王阳明曾经说过 破三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 就是你把这个心里的怪东西 去取掉啊 是非常难的 你打那个山里的土匪也倒容易 所以说他习近平要做的 就是征服人心呢 但是他的征服人心呢 不是以德富人 而是用这种粗暴的 国家机器的武力的手段 来强迫你 改变你的这个人心 洗脑 脑控 他整个把这套技术 他用的这个 龙火春青 从那个宗教中国化 到再教育改造营 再到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我们就看到 他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习思想的一个教主 不仅是一个 像威权国家那样 一个国家的元首 掌握公权法机构 掌握人们的行为就行了 他还要变成一个教主 就是掌握人们的心灵 掌握人们的信仰 精神 意识形态 心灵层次的 一些东西的 这样一个邪教的教主 所以说在中国目前待着 是非常的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 不仅行为受到控制 你的思想也受到控制 你的大脑都思想 大脑都受到控制 所以习近平呢 就是一个 正在实施脑控 加强脑控 加强对人的心灵和信仰 进行控制的 一个千古暴君 他的这种丑闹肯定会受到 国际社会的制裁 那么3月15号 菲律宾人民 把他告到国际刑事法庭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 明知之举 我们为他们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